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何者为真 何者为假 你不信 我只要给你看一组最近的新闻图片 徐老师你就知道 首先呢 是山水集团出事了 山水集团总部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总部 在山东六百多人 也为什么有股权的问题 打了 开着那个铲车 警方出动 你看 警方出动 现在已经好像拘了十几个人 你看这是山水集团 言之作作 你看 这家伙比电视剧里的还精彩 是不是 然后就是这个好像是都跟股权什么的有关系 有人在里边坚守 有人在外边那个冲击 最后结束之后呢 坚守的那一方呢 好像还给这个底下坚持守备的人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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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以人民的名义 你再看 你再看他 好 这是中国作协 保健会主席 当年是老山前线上 富国商的战士 然后呢 他也是个作协 这是作协网上对他的介绍 你看笔名 纯刚 然后呢你看这个人的一六履历 75年入伍啊 扛过枪打过仗是富国商 然后呢这个国家审计署历任副处长 处长 然后像高一良书记一样嘛 高一良书记在南京审计学院 也做过教授嘛 不是就是他了 不是像书记 做过教授了 是吧 也做过特派员 任教司司长 中国人民行总行副行长 农行行长 你看 北大复旦 还有徐老师母校的兼职教授 不不不 他华中 华中理工 然后84年发表作品 05年加入中国作协 我是中国作协会员 这一点还是 哦 你还是会友 是吧 就有长篇小说 审计报告 然后你看电视剧裂缝 或电视剧飞天假 飞天假 然后你再看这个审计报告呢 我必须跟你讲 他这本小说的封面 不是PS的 不是做的 是真的 当年也不曾经 陈彦石嘛 陈彦石 陈彦石 陈彦石就在他的这个电视剧里 人明白吗 人是演好人坏人 看着阴晴不定 像景波 审计报告 你看法语情的碰撞 没有硝烟的战场 而且演员你看都都都通了 你说 我刚才给你展示的 是不是魔幻现实主义 太精彩了 我要 对 对 那个 我为什么网民没有马上反应 是说是不是炒作 现在来弄像 郡波其实是假的 是炒作 精诚炒作 现在最大的炒作应该是那个什么 审查版 审查版55级 全部上线 当然不是炒作了 现在据说能够让他们损失几个亿呢 就是这两天我也面临一个 这个道德上的考验 就是说 不看结尾 不看结尾 就是说 慢慢的看下去 不是道德上的考验 就是说到底是看人家这个正片版呢 正片版 还是看那个审片版呢 我在 他们都上传到YouTube上 我看YouTube那个读者的那个数量啊 你就可以发现人性了 我跟你说 哪怕是第一集 人有一种心理 你觉不觉得 就是说 他觉得看到了一种 那个叫什么呢 就是审片版 跳着那个字码 就我们领导审片片上看的都是那个 人们享受着审片的这个权利 至少在YouTube上 我看到的这个数字 远远超过看正片的了 就大家其实 我认为有没有那么一种心理 就是看这个审片版 好像有点跟 不是 那个数字可以理解的 你说YouTube的数字 因为他是海外嘛 对 没有因为等于 可能是说 你假如 按照这样一般什么管道可以看的 是内地的观众 不会去看YouTube嘛 就看内地的网 可是他们一听说YouTube 有放上那个审片版 他们就翻长过去看 所以平常YouTube的数字呢 前面的数字呢 只是海外用家 然后现在审片版呢 就加上内地翻长的观众 所以他就超过原型 福南卫斯现在不到多少集 三十几 二十九还是三十 我已经看到三十四集了 差不多就 啊 你看那审片版吧 不是 不是啊 正正片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那个陆毅啊 已经到三水集团里去赴鸿门宴了 我就看到这一集 咱们差不多 你还是用看的 我现在看的 我要检讨 我现在讲话 看多了 都学会那个词汇了 整天跟我老婆说 我要做个检讨 领导 我要真的要检讨 因为之前我们谈 我还没看嘛 对 就有很多网民骂我 其实不用等他们骂 我马上就回去看 一看不可收拾 可是呢 我看到第十二集之后呢 我基本上换了一个方式 我不是用看的 用听的 因为 不用听的 为什么 我就发现 因为后来就 还是有人批评嘛 说什么 越看越水 越看跟真的 美国的大片是有差 好 一个差别在哪里了 现在过了十二集之后呢 基本就用对白 来讲剧情了 所以基本上呢 在我听来呢 看成 变成一个广播剧 我就可以晚上呢 躺在那边看着 看着iPad 就放着我就用听的 还可以继续看其他事情 看书啊 写我的小说 大纲啊 等等啊 这我觉得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一个剧 当他从一个眼睛要看的剧 变成你用听 都完全听得出剧情 听得懂 听得明白的话 他就开始不好看 广播剧嘛 他就把剧情讲出来嘛 所有的用对白 哎 郁梁同志 你怎么怎么样 那我觉得他的垮上来 注意哦 强强三人行 也是听个人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不是戏剧嘛 我们就讲话 这几张老脸有什么好看的 对 现在听的市场是非常大的 现在这个音频的这个 这个阅读量啊 是非常大的 徐老师跟我一样 也是一天两集 这么追着看 我是边跳边看 边跳边看 我已经到了最新的了 三十四级了 我这个现在对于汉东的政治局势 已经比对香港啊 上海啊 都了解得更清楚 简单概括一下吧 我们提起谈谈学习体会吧 三个阶段 我概括了一下 大概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呢 就是那个叫高 高什么 高宇良 宇良书记 他主政的 那个阶段 就杀书记来之前的 很多人说那个李达康啊 是里边最复杂 最精彩的一个人物啊 我觉得高宇良 才是 或者至少是这两个人是 高宇良这个角色啊 是这个戏的一个突破 他是用错人 有权力欲 至少我现在看到 我没看后面的结尾啊 你不要来给我大翻盘啊 我也没看 我要看了 至少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高宇良 他还是有党性 有原则底线的 但是呢 用人不妥 权力欲比较大 这个人是非常复杂 非常负责 他之所以错的 这一个阶段呢 又要归期到前一个阶段 就是什么赵书记 就是原来的 赵立春 老书记 这个高书记 之所以中间有些错的地方 是因为他要取得 赵书记的信任 以及中间有一些 什么事情都是赵家人啊 老爷子啊 什么什么 那个是前一个阶段 当然了 最正确的是 杀书记来了以后的 第三个阶段 杀书记是没有错的 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作为人物来说呢 这个人是没有缺点的 作为文学人物来说 这个人是也没有特点的 也是没有特点的 张峰义弄了这么一个角色 真是晕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看这个人民的名义 这个剧啊 我现在发现啊 是我从来没出现过的 一种观影体验 这个观影体验是什么呢 又烦又看 这就就 一句大部分都这样 不是 原来还真不是 头几集啊 那个一下子猴涌 那一大千 你知道 而且他给了很多年 没看过反腐剧的中国观众 一种陌生感 而且一下子好像 自己 对 但是呢 慢慢这么看下来啊 说实在的 我就觉得 他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当然 我就觉得 你拿他跟纸牌屋相比 就像拿狼牙榜 跟权力的游戏相比 那是不公平的 不能这么比 这就像是 你拿月球上发生的事 跟地球上发生的事 相比 纸牌屋也没啥好 说实在话 跟纸牌屋比 我倒觉得也不差 纸牌屋也没啥好 他里边的官商勾结啊 也很简单化的 我们这个人民的名义 写台比他复杂 就是咱们呢 就是 但是自私不满意了 越看越不满意 这个事 不是 我不用我的名义啊 现在我用一个影评的 一个名义讲讲 就是 其实属于反摊的这个地方的 这是另一个话题 这个题材上的突破 是另一个话题 我们现在倒是可以讲讲啊 这个电视剧艺术本身啊 对 比如说 这位评论者叫什么 不是我啊 我是以他的这个 清耿风下的鬼话的这个名义 他说 但是 每个国家的国情和社会不一样 不能跟纸牌屋比 他说 但是 人民的名义播出过半时 我已经没有刚开始的欣喜和高兴 因为剧情越来越拖沓 节奏越来越松弛 形象越来越对立 这个时候 所有人已经看出善恶 看出是非 汉东省的政治形势并未让人感到波涛暗涌 反而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甚至认为邪恶势力不堪一击脆弱的狠 完全没有动一发牵全身的紧迫感 也感觉不到壮士断腕的沉重感 比如那个吕州美食城 仅仅因为赵公子的生意 所以拆迁力度大 可省委书记沙月金 一句话也就能拆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的事情复杂吗 真正的社会应该是千丝万缕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情况 当然对他的意见 我也有我的意见 咱们这个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这个广告之后 你看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 这么高的收视率 我觉得他的成功是不可以诋毁的 咱们说的可能是更微妙的一些地方 你比方说 好比你讲纸牌屋 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咱们一开始看到有些惊喜 我记得当时徐老师影评还说 说看不出好坏人了 你记得吗 可是你会发现 很快他的突破是有限的 但是我理解中国的具体的国情 包括民族文化 这种咱们原来讲过 东方民族文化 叫人之初性本善 你包括那些个韩剧 你发现没有 他这个好人就是好人 坏人就是坏人 我们中国老百姓看戏 曹操就弄一块白的 要变中间 人要变中间 但是你比如说 纸牌屋咱们感觉到的是 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 就是好坏啊 甚至一直的 比如说省委书记 沙瑞金有没有他的小心眼 有没有他人性的阴暗面 但是这个我估计是不能在中国这个语境下 展示的 有些剧展示的 长征连续剧 那个唐国强演的毛泽东 你去看看 仔细看看 刻画的有一定深度的 其实是有的 有的局部是有的 就是说再好的人 他在某些 他至少在对待张文天 对待什么人的时候 他那些表情态度 我觉得都是演出有突破 但是这个反贪大剧啊 如果再没有个好书记 没有个好检察官 是百分百完全正义的 我估计审查是通不过的 那里边人人都有点小九九 人人都尔虞我诈 我觉得这个面向 恐怕对于中国的突破还是难了 那假如讲他的收视的话 里面有一个吊诡在 会养大观众的胃口 比方说一开始 说人物还比较复杂的 还要理解 谁是中谁是坏 后来慢慢变成说 可人人物固定了 然后甚至就像我说了 在美学上面拍摄了 变成从电视剧变成广播剧 那个观众就不满足了吧 那另外内容上面不满足是什么呢 因为刚开始看连我们香港观众 也看出好多东西 也大去一惊 怎么这个也能谈 今天那个也能谈 甚至批评什么党员 什么这个那个 那些官员 OK 可是批评过去的 可以 爽了三级之后 你的胃口就会仰大 仰大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会继续再问另外一个问题 是说真的吗 假如今天出了这种状况 只是因为有贪官吗 只是因为有几个坏蛋吗 因为永远是面对一个结构制度的问题 比方说你刚讲到说 因为谁的公子就做了什么事 结果呢 那个那个小金子 杀杀瑞金书记 一句话就解决了 OK 那为什么在某个制度上面 可以一个领导人 一句话就解决了 没有领导人那句话就解决不了 所以我计判好领导 所以变成说 假如你胃口会仰大 你前三级没有这种疑问的 就看 对 这坏蛋 这可能是坏蛋 可是慢慢你看到第五级第六级 你不会满足说 一切事情原来只是人的问题吗 真的是那么简单吗 这也是这个电视剧里 你注意到有句台词 我觉得他也是很努力了 呈现出了某些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 比方说 我们这就是一把手 中国的政治现实 一把手 一把手说了算 甚至是一把手的一句话 你比如向俊波 保监会主席 他要放开这个选资 对吧 也是 你就看着他 他跟什么摩根大通谈判的时候 说我这女翻译好啊 好啊 摩根大通的人就心领神会 赶快把这女的调到纽约去 说是唯以高职 对吧 然后呢 最后你发现吗 向俊波出事的人们揣测 这个信号是什么呢 保监会主席的一句话啊 不也是一句话 出来说 扫除一些害人 他那原话 他原话就是说 这些陌生人变成了野蛮人 这些害人精 这些妖精 就是这句话 大家觉得 这些现实啊 所以当我说养大胃口的意思是说 假如现在现实出现了这些我们都觉得不好的状况 问题就只是现实里面的人吗 其实现实里面的可能是制度 让那个问题才会出现 所以呢 假如真的认真会去解决那现实问题呢 是应该跳出现实来说 不要再让人讲一句话就解决了 那要跳出现实才能解决那句话呢 是其中的一个人物 这个高书记个人讲的一句话 而高书记呢 不算个正面人物 他也不能算正面人物 他一直在权斗 所以呢 你不能把这句话等同于编剧说的话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千万记住 居本是虚构的 凡与真人正事雷同 纯属偶然 对不对 不要去想到那个现实当中影射 你不能用蔡元培读《红楼梦》的方法说 谁是谁是影射谁哦 谁是谁是哪个朝代哦 那这样的话 那都不下去了 这个事情就危险了 纯粹从文艺上来讲呢 其实这个以前赵树里就讲过 他说要写中间人物 我们做研究哈 你看巴金的家哈 你以年龄排一排 高老太爷一直到下面年轻人哈 年纪越大的越保守 越不好 年纪轻的都是好 中间就决心啊 他是又好又不好 他在中间做妥协 那个这种状况 就一部戏里边 不好不坏的人 是最有分量的 这个常常是 你看这部戏啊 群众其实眼睛血量 你看最红的现在是李达康锋 高 高于横 就这两个人物 他们是 齐厅长我也挺喜欢 齐厅长呢 其实你到了 时间久了 你会知道 他是包装的 他有真面目暴露的一天 可是像李达康这样 他就无所谓 真面目啊 他就是这样啊 他是一个 用我们开玩笑的话 就是说 长得像坏人一样的好人 长得像 恰恰这样的人 你看这个 你不要说群众是简单化 群众 虽然你以为90后 他们只看你 那个那个 工会主席的儿子那种 高高啊 高高 还有什么老是拍拖啊 那几个 现在叫赵快进 这些人家是不要看的 那几个老戏骨 特别是那几个老戏骨 在家里跟家人 谈论政治的那些段落 才是这部戏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 所以还是这个道理 你说这个东西 还也是很有意思 我猜测 你看今天 就是人民群众 对这个关注到什么程度 以至于我今天 看着李璐导演出来解释 说这个赵生丽啊 没有给自己加戏 因为说赵生丽是什么 B组的一个导演 还是副导演 好厌死了 对 大家就说 李璐出来说 他没有给自己加戏 说 但是他觉得这些感情戏 是必要的等等啊 但是我这我就正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有一个猜测 就是说 其实啊 他的这个台词啊 很多也是套话 但是是不是 这就真正见出说 这个老戏骨啊 有一定深度的这个老演员呢 他都能把这种官话套话 说出内涵来 说出感觉来 但是这个话呢 你比如说很多台词 很多套话 要放到这个功力不够的 年轻演员身上 就显得假 就显得生活里 不能让人相信 还有语境 还有语境 你不能对不起人民 这是一句套话吧 可是当他自己的心腹 这个齐同伟啊 做事情太过火了以后 正怒了这个 这个高书记的时候 讲出这么一句套话 在这个语境下 非常非常有分量 非常非常有分量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不能苛求这个电视剧 因为呢 关于中间 我就发现呢 它是一种大众的创作规律 就是一般人看电视剧 你看不光是香港电视剧 还是什么男的 最终就是要分中间 咱们想的这种 说实在话 都属于 我觉得不是属于 太大众的兴趣 就是说 大众最后总是要看到 你比如说李大康 他的缺点呢 是属于正面人物的缺点 比较急躁了 你干嘛了 对吧 跟他大奸大恶 这个是分的非常非常清楚的 对吧 所以最后我觉得 他这个人设吧 倒也行 我主要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某些戏 碰见另一些戏 就恨不能快进 这个心理 你觉得有意思吗 比如说 我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 我一看到那些 所谓的这种感情戏 我有时候感觉 我有时候想到 我们这个岁 我现在体会到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在这个社会里如何自处 我都认为 不必羡慕年轻人 不就不必向年轻人献媚 你要作为一个电视剧 他可能还觉得 我要有点这个东西 我为了争取80后90后 我跟你说 咱在岁数的人 这就像是什么呢 你们家小孩 跟一帮同学玩游戏 你在那装小孩 我跟你们一客户 实际上那孩子能看着你 你的算盘打得不对 你不知道孩子们真正爱看什么 孩子们实际还粉李达康呢 对吧 但是呢 你以为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以为你弄点这个 或者说 他们还低估了现在观众的水平 你知道吧 他以为他们一定要看一些 这个好像恋爱公安局长 跟个路易可之类的这种戏 其实这些 你看引不起大家的戏 我现在就发现了 就是纸牌屋好在什么地方 好在精纯 就是你要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把他做到非常精 但是我们呢 这个心里啊 像个大管家 明明知道 各个层次的观众 但是问题在于 你可能打错了算盘 你没办法 你以为你为了满足这个吗 你比如说我今天 我那天跟一帮大学生们聊天 后来他就说 你们中年人以为什么能取悦我们 你根本就想错了 所以我最近觉得 嗨 我想干什么 我就是跟我同样的人说 得了 不容易了 因为那个这种剧 他一定是面 还是要安全面对大众 而且你不要信那些大学生讲话 你试试看 他们那粉李达康 甚至粉高玉良 你试试看 假如把那些年轻的戏 爱情的戏拿走 他们就会觉得闷了 还是要有那个东西 可是年轻人呢 不会承认 甚至他们也不知道说 就是因为有那些来垫底 偶尔冲一下 偶尔会出来一个挣钱 对吧 那个谁 挣西坡的儿子 搞网络公司 对 偶尔出来那些 好像网络连带的年轻人 有些时代的时髦的气氛 他们才会倒过来去粉那些老头 但是 不要信那些年轻人 虽然有很多掺杂的东西 但有些小细节很精彩 比方说那个优秀干部的名字 叫易学习 容易学习是吧 你仔细一起想一想这个名字 还有那个广场舞的那个 非常精彩 没有几笔 对不对 对对对 老公出轨了 我不跟他离婚 我就是熬着要他的钱 对不对 然后我一面讲老公死的事情 一面我可以跳舞了吧 可以跳舞了吧 这有时候那些小细节啊 他那个巨大反而处理的蛮精彩的 对 所以我甚至认为他是不是现在有一点商业上的考虑 他要脱购这么多级数 脱购这么长时间 所以在中段啊 我始终是感觉有点水 其实咱们看着就恨不得你这个干货在一起啊 他本来可以变成这样一个 他呢 非常符合西方人现在讲的话题电影 大片呢 就是希望什么 希望人看了以后 公司里边上班的人 大家会议论 那呢 就吸引没看过的人一定去看 这家伙就被我们吸引去了 但是他有一点 他跟外面的电视剧制作很不一样 你当年张恨水他们做的时候 金庸写微小宝的时候 他是一面写一面发表 然后看到群众的反应 然后往下编 你知道我现在 要这样编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看见群众人家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要看得加强里短 就要看党员开会 对对对 这结了 对对对 神会常会